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场八人军赏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这三场的话 有岛村卯月 选银阿三和严纳帅提供的 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 第一局在这里是一个大嘴主啊 大嘴毁拳局啊 这个有点吞地啊 有的时候这个最烦的就是这个啊 最烦的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这边作为一代凶雄大反贼啊 曹老板 那么有的时候啊 董太师啊 独菜啊 司马啊 流氓啊 这都出现了 都出现了 那么这一局啊 我感觉这边三个啊 都是名将了 名身份了 那么上来主攻啊 手开AOE啊 那么这个牌的话 我感觉我们是可以拿的 毕竟有酒在嘛 红酷了 白不拿 那么这个地方司马表示 一个大反馈啊 一个大反馈 偷你底库 那么刚才偷完之后啊 周泰这个地方并没有卖血啊 应该 但是他又去杀甲鱼啊 感觉应该是偏内的 这个地方甲鱼又搞下加 应该也是中内吧 那么这个地方流氓选出来应该也是反面 这个地方刚才是给了啊 国家 这个地方是给了流氓的手牌 那么司马这个地方直接狙杀流氓啊 直接狙杀流氓 这个狙的 呃 不太懂了 不太懂了 那么现在这里的话已经啊 降面啊 已经全鸣了 鸣完之后的话 这个呃 反贼整体感觉防御还行 那么忠诚也不弱 主攻还离反贼那么远 所以要想打主攻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啊 那么一个戒刀上人啊 方天走你啊 方天走你 结果方天没用出来啊 普通的一杀 那么这里周泰啊 卖给了八号位这边 那么国家断杀啊 如果有杀的话可以啊搞一搞主攻 那么由于啊 孙剑啊 这个地方阴魂的话也是可以配合主攻的 那么必然这下一局再开的话 那么有点难了 司马还直接逃跑了 哎 这个你杀队友也就罢了 然后你还气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气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那么周泰已经明跳内了 直接救了国家啊 那么这里一个扇子 扇起来啊 扇起来 无奈天命之子 那这就呵呵死你打了 呵呵死你打了 那现在的话 内奸反正已经跳了 对于我们反戒而已的话 应该也还不算太那个了 那么周泰啊 这个就开始控两个忠诚啊 既不想让这边啊 想让孙剑啊 这可能再发挥发挥 那么控一下贾鱼啊 想各个击破看 想那个啊 每个都咋成啊 最后可能想来个AOE啊 又收反 又收中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不管了啊 哎呀 大胜还被救起来 那么主要啊 主攻一血被hold住 那这个就非常好了 国家再卖两血啊 再卖两排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我们这两个男门啊 已经缩了啊 两轮了 已经缩了两轮了 那么这个两门缩起来的话 对我们而言的话 就看抓不准时机 搞你主攻了 那么这第三个男门拿到手 那么拿过来之后 主攻被轻过杀 那我们三个男门放出去的话 可能啊 要出现嘿嘿 是吧 这个地方 眼去暗知 轰呼之至 好 我们来大战轰图 啊 男门开起来啊 走你 这个男门平定天下啊 男门平定天下 两男 再来 这个你不死 就凭你 好 那么现在三男平天下 三男平天下 那么第一局的话 其实面对大嘴局的话 有的时候确实比较恶心啊 而且 这局啊 还没有那么的恶心丧狂啊 那毕竟啊 忠诚之间 跟他没有太多的配合 那么我们这个啊 稳定的缩了三个男门 这个意识大家一定要有 男门有的时候真的不要乱开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 第二局的话 主是叫内奸啊 那么主公啊 看选一个啥啊 司马啊 这么非主流 那么我们选了一个内奸啊 二爷 那么二爷的话 嗯 毕竟是克司马的 所以进到单挑途啊 对打司马的话 应该不是特别难啊 不是特别难 那么主公上来首开AOE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匠面的话 貂蝉啊 离魂雕这么贴主啊 很有可能是反 那么 其他人在这边的话 不太看得出来啊 不太看得出来 那么主公上来也是啊 非常自然的乐了一下离魂雕啊 那么二张顺利的离信啊 采用第三方请的 那么大表哥啊 我扛 我缩 那么一个自首 就直接那个了 那么锦用这个地方 直接找主攻拼点 差点啊 那么一个大K点拼出去 结果主攻K等着你来 这样的话啊 他以为拼输了 这锦囊全部能用了 只能弃牌 这个也是和和斯密达了 和和斯密达 那么特斯这个地方啊 有一张牌直接弃掉啊 直接弃掉 那么这个 如果是你是民反的话 可以直接找主攻拼点啊 那么郭嘉刚才的话也紧接着再弃啊 再弃 那么就再等等啊 看啊 那么这里的话 大表哥 跳中 那么现在 这样的话 按照道理啊 这个反贼的核心啊 就在二张这边的话 那么主中方面啊 可能还不是太好打啊 因为毕竟二张有核心在 然后简用的话 你看 每回合固定控手牌 太史词也可以固定控手牌 这样的话 每回合啊 主中方面的手牌就有点被控死了 那么大表哥对着八号位的貂蝉 哼哼 哪一刀 那么直接啊 貂蝉 残血 那么这个自救回来 那么你看啊 现在这样拼凉啊 大表哥这就完全没有防御了 那么简屌4 继续 大刀徽向 小貂蝉啊 大刀徽向 小貂 那么这里的话 主攻还救了一下貂 嗯 救了一下貂蝉 是吧 啊 救了刘表 看错了 嗯 嗯 注意点 那么现在我们看的是最清楚吧 这个地方 嗯 国家的话 看中成了 那么只能是貂蝉 是反的 所以跟一开始猜的应该没有错 那么我们这里肯定要把貂蝉给收了 肯定要把貂蝉收了 那么圈里拼出去啊 既然也没有拼赢啊 那么只能啊 杀一刀啊 杀一刀啊 杀一刀 他如果不死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考虑放这个南蛮啊 那么把这个勒布斯手顺过来啊 让主攻啊 出来活动 活动 筋骨啊 那么我们勒布斯手啊 贴一贴二张 可以的 因为二张毕竟出来就活动了 那么南蛮开出去啊 你如果主攻没杀的 我们直接逃就啊 有杀 那么还反而让另外一个忠臣啊 郭家 先去慢慢写 这样的话 这个南蛮开出去之后 整体而言对我们是啊 收益最大 最大 一个克 限制了反贼 二个这个让忠臣啊 这个 卖一卖啊 卖一卖 我们现在主攻竟然那个掉线了 这个也是弹多 这个要 啊 吃了一个桃 幸亏没杀 幸亏没杀 泰斯斯估计也是断杀啊 直接过牌 气 那么郭家啊 这个九杀的话 你这九杀人家都没出杀啊 这个你肯定人家手里有祸 那么我们一个要给郭家回个血啊 由于主攻离开状态 那么这个我们就没办法保主攻了 嗯 现在只能留两桃啊 最后啊 看看能不能怎样保住主攻 那么二章这个啊 应该是要杀主攻一刀 那我们一个桃子还能把他救回来 捞 来 捞起来 那么可以出个八 出个八 圈龙啊 可以防锦鸟丝在那边拼点啊 当然现在主攻反馈完之后的话 捷鸟丝这样就吸引 司马就吸引了我们这注意点 那么这个桃子就保住了 就保住了 那你这个杀啊 这杀的啥呀 你杀主攻没错哎 你杀泰斯斯似杀的什么鬼 那二章八卦摆在那边啊 你不杀 这杀的有点坑地啊 有点坑地啊 那么我们这里啊 直接拼二章啊 防他出刀子 把泰斯斯这个人头拿下 这个拼点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火攻锦鸟一下 这个地方 呃 掉锦鸟的血 感觉 掉锦鸟血的话 感觉不是特别好 因为你啊 主攻没收到锦鸟的人头的话 那么只能是留给郭佳了 留给郭佳之后的话 那就 呃 对我们而言啊 装成起来的太肥肯定是不是太好啊 不是太好 那么现在的话 给我们拆路四鼠 那非常好 那郭佳看能不能收掉啊 能不能收掉 能收掉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整体感觉啊 刚才你个火攻可以看一下牌啊 然后就过来 后面的话 让主攻渐渐的回血 郭佳这个地方你就啊 等主攻回血起来之后 郭佳再可以慢慢去啊 掳他 掳他 那么现在二仗啊 掉线了 二仗掉线了 那么我们本来指望啊 这个 这里啊 铁锁啊 注意一下 铁锁完全可以 那个 完全可以 呃 你留着啊 你毕竟圈点那么大 你找郭佳拼点的话 他可能啊 就这个没用了 他就 拼点拼赢了 拼赢了之后 那就打他非常分明了 那么这个地方一个决斗啊 把郭佳吊了一血 那么现在其实这一场控场的话 到了这个地步 应该已经是非常好了 非常好了 那么你毕竟啊 毕竟在这个地方 二仗的话已经没有机会了 那我们直接啊 杀一刀 二仗 这个引力局也非常漂亮 那么最后 菊花带走主公啊 菊花带你飞啊 菊花带你飞 那么这场的话 内奸的话 应该来说 控场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不错的 那么一开始主要大表哥吸引了火力 吸引火力之后 我们就帮你把叼上这边收掉呗 收完之后 这就是三打三 中途的主公 呃 离线状态 对我们而言啊 产生了一点点小威胁 如果啊 我们那个手里的桃子被控了 那主公说不定就直接挂了 直接挂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场 第三场依然是个大内奸 那主公春哥的话 那我们这里啊 注意刚才的选样框里面啊 那么其实啊 点尾啊 还是比较克春哥的 你毕竟啊 那个他残血的时候杀闪啊 都有 是吧 你要想通过决斗啊 或者说纯粹的杀他的话 可能搞不定 但是我们次弹技能强袭啊 这个大王异上弓 春哥绝情也要对我们啊 心生一律 那么这里啊 狗祸上来啊 直接拆的主公 貌似跳反 但是他又没有杀主公 不杀主公可能是考虑 考虑的就是说 可能就是主公残血了之后啊 这个不太啊 对反对而言不利啊 不利 那么我们先标反 那么刘席这个地方应该是跳中的 他给牌给主公 然后杀狗祸 那么我们这里内奸 直接标一刀 直接标一刀 一个火 火宫 反正你数吧 刚才是 这个搞的狗祸 搞的狗祸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局面还不是太明了 我们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这个地方是跳反乌了 那么春哥啊 哑巴 刚才是直接举荐的狗祸的话 应该也有可能是跳反的 而且有 那么现在的话狗祸直接搞了下下的树吧 直接搞下下的树吧 那么现在流血感觉要挂了 应该是挂了 这样就挂了 没办法了 那么树祸应该是忠诚啊 其实啊 一开始的时候前三位啊 打的有点乱啊 给后面的这个判定身份带来了困难 带来了困难 因为我们说的狗祸你去拆主攻 然后又气杀 这个有的时候拆啊 肯定是明反 但是你气杀的话 这又难说 是吧 一定有可能就是跳个跳反 装个反 其实是忠诚 那么你不杀主攻也能啊 从忠诚的 从反的角度也能解释得通啊 防主攻掉血 这样限制主攻 是吧 那么树吧再去杀他的话 就看个人啊 有中有反的这种属性 所以都很难讲 当然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不管啊 判定身份一开始这个判定啊 有点困难 就是就是狗狗引起的 狗狗引起的 那么现在我们这里的啊 内剑肯定是要当忠诚 拼拼拼的打 然后回血啊 大家一起回个血 那毕竟三个忠诚在这边啊 不练尸的强服啊 这个过牌量 不是过牌量 这个控抚牌技能 然后摸摸摸 是吧 哑巴那边还可以固定回血 所以怎么打都不是特别好打 夏欧爸爸你去打他 然后夏欧爸爸直接让你喊爸爸 是吧 挑衅咆哮 到时候一起上泥 这个你就难以 无可奈何啊 就就 所以这个地方啊 围两个突破火 一个就是布连尸 一个就是哑巴 但是哑巴你看现在这个状态 你能搞得死吗 不可能啊 那么只能啊 现在 现在的话就专心搞布连尸吧 那么敲牌啊 敲牌八卦去掉 这个你要把布连尸打死不是那么容易的 后面直接啊 再让主攻再去搞一搞 毕竟这边满装备啊 满手派都有桃子 那么这里啊 九杀 这也不中啊 肯定的 嗯 锁了那么多牌 那么现在的话 应该来说啊 僵持截断 那么挑衅我们就挑衅啊 让你挑啊 让你挑啊 让你挑 那么这里的话 顺一个 无中一个 杀一刀啊 杀一刀 那么刀的话 我们暂时啊 强袭不要那么用的太用力啊 就反正说 我们肯定不是看戏的态度 肯定要打一打 毕竟啊 主中两个人啊 去打他们三个 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这个决斗啊 哎呀 这还以为他要再砸脚的 还以为他要再砸脚 结果啊 这个自己也缩了一张 本来想啊 留着九杀的 估计啊 结果啊 布林是圈是杀 啊 让你挑 让你辣啊 砸的就是你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刀背挑到啊 那无所谓 反正杀一刀呗 杀一刀在墙上 这个地方 结果啊 不知道是有 没有桃子 还是说 啊 这个 就是为了让布林是脉 那么布林是你这样死了之后的话 应该来说反正还是比较好打的 比较好打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杀一刀啊 吓吾爸爸 那么现在的话啊 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中间泰勒 中间泰勒 两边都可以打 那么树霸你一血随时都可以死 那么吓吾爸爸一血 我们也随时可以带走你 随时可以带走你 而且注意我们距离都有 所以要想搞死他们的话都非常容易 那么树霸那边自由啊 吓吾爸爸 让你啊 究竟是树霸 还是吓吾吧啊 你们两个爸爸去抢吧啊 那么我们这里顺手漂亮 所以我们上上一轮的时候 顺着主攻的简易马 然后这个简易马有了之后啊 这时候你看刀就能归我们了 所以有的时候啊 这个顺手还是比较讲究的 你作为内斤的话啊 首先该有的装备你要有 其他的就再说啊 手牌啊 装备是最重要的 首先啊 装备起来了 你就有了防具 那么现在主内反的局面对我马尔燕是最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举进为什么不回血啊 怎么不回血 你已经被勒了 还摸什么牌啊 肯定回血线啊 回血线 你最后打主攻也方便一点 那么哑巴作为反贼的话 现在啊 也没有完全啊 跳啊 帮我们内斤啊 但是这一回会还留了一把刀 就是想打打主攻嘛 是吧 那么再杀一刀主攻 啊 再杀一刀主攻 那么你这个肯定杀不死 就我们说的 这春哥残血状态 这岂是你能打死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直接九杀啊 哑巴 我们还拿到一把刀非常好拼啊 刀飘出去 那么所以 这个地方就体现了我们点尾啊 就是某种程度上还是克春哥 但是 这里 被放风筝了 被放风筝了 那么我们只能看着春哥如我们啊 那么短时间内如果不能解决战斗的话 我们可能就被春哥啊 限制住了 限制住了 那么这个地方直接杀一刀 在墙上一下 在墙上一下 摸摸打 给春哥一个爱的touch 爱的touch 那么这里的一个九杀啊 非常残了 那么就看有刀好评啊 直接墙上啊 直接墙上不用杀别的 你杀什么的都不用 那么在火攻 哎呀 春哥得永生了 得永生了 最后一刀 万万万没想到啊 万万没想到 春哥牛逼一试 最后竟然缺的就是一张闪啊 杀顺 此难牌难牌 那么所以我们啊 春哥其实刚才的一九一桃的话 整体已经是可以了 已经是可以了 那么你 太好 你 これ 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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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 所有手拍啊 都砸在春哥脸上 顺利 这个最后 绝对是你死我活的状态 这个如果我们 刚才最后赢的啊 收不了春哥的话 那就是春哥收过的 两个都一邪 人家春哥还有啥 怎么搞不死你 是吧 说不定春哥一桃一酒 一桃一酒 吃完之后 估计还在想 嘿嘿 这一句估计我要赢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我们一沙飘出来 他竟然没闪 直接拜拜 这个有的时候啊 就是除了 所以我们常说 天时地利 加人格 缺一不可 这就是内奸的啊 一个要素 好 那么今天这三小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